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YouTube Channel時間 又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能夠留意見設性的留言 今節說一下 現在美國三個重量級的學者就勸奶清德了 為何這三個人說得那麼重要? 因為他們這幾個人 都是知名的撐台學者 就是葛萊義我們經常說的 這個很挺台 還有 是 白潔熙 和是 柯慶生 這當然是西人 不過他們有這些 中文名 原來他們就在知名的 美國外交時報雜誌 Foreign Affairs 我們說過這個雜誌相當重要 美國外交部下面一個 雜誌 非常重要 原來 寫了一篇文章 投書 說華府 應該向 北京表明 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軌道 不單止反對大陸武統 也要反對台灣追求獨立的政治動作 這件事就稍為公平了 你不要經常說單方面改變現狀 其實華府那句話 他也是很壞的 但是他也有說台灣的 這些話是無限解讀的 戰略模糊 就是最大的戰略 當然有些人說 不是 要戰略清色 是來的 是不會的 阿祖之前就說他戰略清色口 整整一下他就沒有 連個人自己也模糊了 這陣子又好像說錯話 你看到他那天又不知道說了誰 叫錯人名 他有一件事 人家也想不到他 真傻還是假的 這件事才好笑 原來 文章也呼籲民主進步黨的候選人賴清德 如果 獲勝 應該考慮 是凍結台獨綱領 令維持現狀的承諾更加 是有份量和可信 當然這些事情 他是不會做的 我覺得他不敢轉向 賴清德在台灣叫做 泰獨劍順 台獨金孫 他後面有很多獨大的金主 之前我們說 什麼市民 其實都是很喜歡賴清德 他們為什麼不喜歡小英呢 說真的 小英的獨 他就不敢大聲說 他也是有好獨 但是賴清德的獨 他說明我是 冒實的台獨工作者 但是當時 拉臣 還未登上大位 當然是 聲太大了 當時拉臣很厲害 還可以大方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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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有人說 真傻師為什麼 這麼自盡賴清德當選 因為 對家不團結 你說民主進步黨是不是很厲害呢 民進黨人 不是 但是他很懂選舉 很懂團結 你不得不對付他 原來 前任以及現任的美國官員 過去曾經建議 美國應該正式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 或者恢復 保護台灣明確結盟的承諾 如果獲得採納 就會 是削弱 保證 並且削弱威懾力 結果 搞到 台灣 好像缺乏軍事準備一樣 如果中方領導人認為 大陸那邊認為 美國會利用他們的克制 來促進台灣 正式獨立的話 或者在任何情況下 阻止台灣統一的話 即使 這些是通過和平 非脅迫的談判來實現 美國的軍事威脅 將會失效 即是這麼說 如死望婆 剛才說的都是廢話 即是說 你是不是都搞獨 你是不是都阻礙著我統 連維持現狀 你都沒有承諾 那我就動手 其實他們就是這樣 就是擔心 所以台北方面 這三位專家學者 居然叫拉維審 不如你們台灣也要向 北京保證 當台灣和中國部分 做出保證 只要解放軍 不會發動武統 那就不會發動獨立 其實以前小英都還好 但是賴清德 更加不可能 因為你知道小英 他不是跟正苗紅 不是跟正綠紅 你是綠色 他是後來才加入民主進步黨 跟正苗綠 他跟正苗綠很難 同時台灣應該避免公開挑釁 就好像 舉行那些更改國號國號引號 好啦這個公投 其實這個公投 之前令到 陳水扁 都很糟糕的 我們都說過 陳水扁 為甚麼瑞線銀行 錢都知道 那誰搞他 大家心中有數 當然 肯定不是大陸 肯定不是大陸 這個世界上 有甚麼西方國家 可以令到瑞線銀行 可以開口 大家明白 或者 修改 領土 領土引號 或者 排除中國大陸 排除引號 因為台灣中國部分 賴清德 身為主張台獨 人物 自然增加 對北京的不信任 今年7月 賴清德告訴支持者 這件事 其實都是 幾 當然白宮說我們沒有給他壓力 原來 記得當時他說 當台灣總統 我引述他全部 可以走入白宮的時候 大家所追求的政治目的 就達成了 最搞笑的是我們當時說 你上次不是在過境美國的 你在華盛頓附近一個餐飲會 讓你在這裡過一場 你就想走入白宮 但是他這句也有得允許 他不是總統 引號 我不是總統 是啊 是吧 這傢伙很聰明 這傢伙 這傢伙 暗示要跟美國關係升級 也使得北京生氣 當然這篇文章 人家美國避開你 升什麼級 怎樣升級 人家在避開你 現在叫你凍結 升級 其實我猜不到這些挺台學者都叫他凍結 這個 真的不明白 證明這些學者可能真心愛台 不想他出事 文章也說如果賴清得獲勝 應該考慮重新審視民主進步黨 當時2014年提出的凍結台獨綱領的提議 其實當時是差一點就可以了 令他任何維持現狀的口頭承諾更有份量 以及可信 正如美國 在台協會前主席北銳哲 經常訪問他 就主張 這個舉動也可以令北京 和台北 雙方 漸進式互衛 進一步 在一起 而且可以緩和兩岸局勢 建立互信 做不到 之前14年做不到 現在更加做不到 現在他可以大聲地說 如果當選 我是 台灣地區民眾的選擇 我為什麼要凍結 對 但台灣地區其實就是 民主進步黨人 你說是不是真的做得很好 當然不是 都是對家令到選民失望 因為他那些是很堅實的 我們經常說他那些是很堅實的 如果你贏了你真的可以大聲 因為有了Mandy 有了民意授權 當然 之後很多的 島內學者也說 乃清德做不到 因為他是台獨金孫 台獨 黨綱就是他的腦袋 他是做不到的 最搞笑的是 民進黨說 你先放棄武統 這個很難 你又不放棄台獨綱領 他不就不放棄武統 你不放棄武統 我不放棄台獨綱領 那就是不用談 總是一方的釋出善意 很明顯 這幾年誰挑釁得多 很明顯就是台灣地區 你釋出善意應該也對 當然 民進黨的候選人 賴清德 的競選總督 卓榮泰 其實他也是進過民進黨的主席 這篇文章 也提到 希望北京放棄武統 這個才是重點錯 不是 他不敢寫這個 其實北京叫他放棄武統 美國經常說 說不要動武 但是這個新穎的說法 已經不是新穎的 但是有三個這麼挺台的學者說出來 其實都是一件新鮮事 對於很多人來說 我想 連民進黨都覺得 這三個人平時很挺我們的 經常罵老共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卓榮泰說 應該用這種方式 和態度 去要求 大陸政府放棄武統才解決台灣問題 他也說你又不放棄獨立 武統是最後一個選項 你敢不敢說台獨是最後一個選項 當然你不會這樣說 其實這樣說也不行 選項也不行 對於大陸來說 因為台灣就是中國部分 這個是他永遠的紅線 一踩了就沒得談 其實美國人是很清楚 他是很清楚 他是很清楚 還有現在看到島內有些 比較綠的學者 以前他們就覺得 中美關係不好 其實中美關係不好 台灣就好了 其實 但是現在他們都覺得 會不會中美關係不好 整天來台灣來搞 這是現實 不過當然 以前有些人說 董伯伯說過 大陸好 中國 香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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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香港好 中國好 中國好 香港更好 當然 之前就說 香港好 大陸好 香港才好 疫情期間 不是 當然現在 香港也是比較困難 卓榮泰強調 民進黨多次修正黨章 甚至 發表過這個決議文 例如1999年台 這個 這個就是好笑的 他 這個決議文有什麼台灣前途決議文 就告訴全世界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國號叫做中華民國 但是你們經常不認中華民國 這個民進黨唯一務實的態度 並沒有凍結台獨黨綱的問題 其實 如果中華民國 反而大陸就不會 因為 是一中國表 是一中國表 但是 台獨綱領 他就說他容許不了你 大佬 當然 國民黨那一套 九二共識一中國表 其實他也是有中華民國這件事 也是有中華民國這件事 當然 這個卓榮泰 也說 現在 重點不是我們 這篇文章重點是提你 他說 同時文章提到 希望北京放棄武統 他就代別人回答 這個才是重點 不是呀 別人兩邊都說 兩邊都說 是吧 放棄武統 放棄武統 是全世界最關心的事 沒有港幣那麼大 全世界世界第一頂 維持印太地區 穩定和發展的最起碼事件 他都可以說你放棄台東光你我就放棄武統 當然我覺得大陸是不會這樣承諾的 因為這個台灣 中國部分是無可爭議的 當然應該用這種方式和態度 要求大陸政府放棄武統 那就沒得說了 沒得說了 現在真的只要這樣說 你自己慢慢玩而已 我相信他是不會放棄 是不會放棄 好,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